欢迎来到Francis Loves Life的冥想练习 首先,找一个舒适的坐姿 可以坐在椅子或地板上 背部挺直 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方 掌心朝上 然后闭上眼睛 通过鼻子深吸口气 让新鲜的空气充满你的肺部 然后通过嘴巴缓慢的呼气 释放身体中的任何紧张与压力 现在 让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冥想练习 将注意力带到此时此刻 感受你身体在此刻这个空间中的感觉 感知你的身体和底下表面的接触点 再一次深呼吸 当你呼气时 释放你对这个冥想所抱有的一切期望与判断 你在这里是为了探索 以及与你的内在批判者做朋友 你内心的批判者 你内心的批判者是你自身的一部分 它值得你的理解与同情 现在 想象自己被一道柔和温暖的光所环绕 这道光 代表着一股温柔与爱的能量 将引领你完成这一次的冥想 现在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 你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批判者 请在你的心智中 构想出一扇门 一扇通往你内在世界的门 想象自己走向这扇门 准备轻轻地打开它 迎接并与你的内在批判者见面 当你走进门时 留意一下你内心所涌现的感受和情绪 你或讨议 你或许会感到焦虑 好奇 或者犹豫 请不带着你内心地打开我 请不带任何批判地接纳这些情感 并提醒自己 你正处于一个安全 你正处于一个安全且滋养的环境中 现在 轻轻地推开这扇门 走进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你内心世界的反应 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 代表着你内在批判者的图像或符号 花些时间 仔细观察你所看到的一切 当你环顾四周 仔细观察这个房间时 或许你会发现 你的内在批判者 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又或者是你内在的一部分 不论你如何看待它 请谨记 你的内在批判者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你 尽管有时候它的方式 可能显得有些苛刻 请用一种友善而好奇的态度 来面对你的内在批判者 并问问他 你为什么要批评我 你试图保护我 你试图保护我免受什么威胁 耐心地聆听他的回答 你的内在批判者 可能会与你分享他的恐惧或担忧 我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设想自己向内在的批判者伸出理解和慈悲之手,并对他说 我明白你是出于帮助之心,但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相互支持与合作 请留意你的内在批判者是如何做出回应 也许他会变得温和,愿意接受你的建议 当你与内在批判者交谈时,要时刻提醒自己 这个内在批判者其实是你自身的一部分 他是由你的经历和成长所塑造而成的 他并非你的敌人,而更像是一位误入歧途的朋友 请将他看作是你完整自我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位内在的批判者 但他们并不能决定我们的价值 当你继续为你的内在批判者留有空间时 深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呼出 感受到内心的平和与和谐 要知道 你随时都可以回到这个场景 与你内在批判者互动 这是一段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慈悲的旅程 现在 慢慢地走回门口 让你的内在批判者处于一个转化的状态 怀着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 回到当下这一刻 当你准备好了 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 舒展一下你的身体 重新调整你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记住 与你内在批判者的和解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在培养自我同情和自我接纳的道路上 请对自己保持耐心并善待自己 我是Francis Namas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